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一路都說最近是遊戲科 但是不是沒有遊戲出呢? 那又不是的,可能大家最近少出街少留意到吧 今個星期推出的有Scarland Asus 還有戰國無雙5 兩隻我都玩了一陣 不如今集就跟大家講講我自己玩完之後的感覺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六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資訊及消息 而星期三會同大家看看 那個星期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好,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其實我最近不斷煩的東西是甚麼呢? 就是在這個時候寫遊戲情報科 老實講你要一隻戰國無雙你要我100分鐘 不是不行的,但難一點 而Scarland Asus 推廣時又賣故事又賣性優又賣玩法 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都好像不是太可能 所以我就在想 反正兩款遊戲有打機的朋友應該都聽過一段時間 不如就在對他們有前設的情況下 在這集中做一個有前設的遊戲介紹吧 本集內容本人就會用非常主觀及偏見的角度去介紹遊戲 如果介紹的內容不適合你心意的話 本人就首先跟大家說一句不好意思吧 一路以來大家就會覺得 起自覺做遊戲情報或遊戲介紹的頻道 一定對全部遊戲系列都應該有玩過了 首先我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和期待 但我都是一個普通人 都有喜歡的遊戲 都有些可能沒興趣的遊戲 當然都有些是聽完別人的觀感 然後沒玩的遊戲 而戰國無雙系列絕對就是其中一款 我聽到最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又是三國無雙那類東西 但轉了作戰國人物 又是國草遊戲我不會玩的 要是說你玩到無雙那些 全部都不用腦、不思考、沒有技術 就是金金金金 要挑戰就玩Bloodborne 要挑戰就玩隻狼好過 之類的說話 我不是對遊戲有認識是壞事 但我自己就覺得 無論你喜不喜歡那隻遊戲 你不喜歡你但可以不玩 你是不需要去抹黑 又或者踩低其他人 是經遊戲拿一個成就感 這就是我對某些遊戲Gamer 好不解的地方 如果你的戰國無雙無認知 右上角有個圓圈仔 你就可以帶你去看我們的戰國無雙三世書 老實說我做這集三世書之前 我對這遊戲是無認知的 甚至乎是跟很多人一樣都有類似的錯覺 就是叫做無雙的都是同類的東西 始終大家在玩不同系列作品的時候 都一定有失望過 特別是不同的IP crossover 舊世代作品 即是高達、北斗之權、海賊無雙等系列 令大家一聽到無雙這兩個字 就會想起全部都是千片一律 不用用腦就是用手都可以做到的 甚至乎是又貴又沒有內容的作品去形容它 我想說的就是 戰國無雙5跟以上的形容詞 是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而今集不是廣告 今集作品中 開發商就以積田信長的一生為骨幹 由它的角度出發 再去看看這個 如果你不了解戰國或只玩過三國無雙的話 你會以為它是日本戰國版的吵操的人物 一講起無雙 講其他元素之前 大家一定會想到上次真三國無雙8的惡夢 有一大堆可有可無的系統 Drop Frame 問題 跑步看風景無義氣 又或者真是完全無目標的斬殺等等 這大堆都在大家入手前會考慮的原因 不如先講講遊戲體驗方面 我自己用PS5去玩的當然沒問題 我亦有問過一些可能是用PS4或是用舖機玩的朋友 他們就說一般情況都還好 但一上馬後就有明顯的Drop Frame 舊版本的PS4 在人多或特效多的情況下 都會有Drop Frame 的情況 但比起真三國無雙8的時候玩不到的情況 這已經是完完全全兩個級數的事 其次今集遊戲角色方面比起過往系列 整個畫風就好像更加著重視角效果 除了特效、絕招的咳線很引起我的留意外 本作中的人物角色都非常走去動畫風 老實講這一點就與我以前認知的戰國無雙有大分別 不過在戰國巴沙拉現在處於下風的情況下 光榮特父母想攻佔對家的市場其實都很合情合理 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我是第一次玩戰國無雙系列 所以遊戲中不同系統都令到我覺得他很有誠意 首先就是遊戲中不同的技能 可以令到玩家的爽快感及速度感大大提升 有別於真三角的瘋狂按正方形、三角、草滿條巴 然後按圓形出無雙 又或者是一出場跑跑跑到大佬面前一頂刮掛他那種 戰國無雙中由動畫開始 令到玩家真真正正投入故事 這個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是第一次認真對待戰國系列的關係 遊戲中不同的人物 又或者是由順長年輕時代開始 一步步看著他成長 在戰場中看著他與不同角色之間的關係 影響到玩家去選擇上陣的角色 又或者是指派不同的角色去做不同的任務等等元素 明明大家都是以無雙做骨幹 但感覺上就跟以前的真三角無雙有很大分別 戰士方面有不同的支線系統 令到玩家在戰場上有一步步的目標 而關卡與關卡之間的過場動畫 亦都是以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解讀積田信長 由真田園開始或是這種以角色出發點的遊戲故事 比過去大集會、換湯不換藥的玩法更有吸引力 當然你都可以說無雙的來來去去都是走入戰場中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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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 你比更多不同的元素下去都改不到無雙戰鬥去到一定會悶死的死穴 是的,這可能是死穴 但在關卡設計上難易到又或者關卡長度 今次我都見到開發有一定的修改 突然是初中期起碼到我現在去 ещё減少一些一直仔細令到小冰一頓波中任務 З 每一個關卡、進攻、奇襲等等 開發方面都包裝到好像在戰士入面不可或決的一部分 或是非理不可任務 令到你玩下去起碼這種白痴事件 我隨便點辜一顆路人武將都可不可的感覺 就好像可受得了少見了很多 再加上戰鬥時的爽快、薄焦多元化 無雙時超華麗的武技等等 老實講這些元素都令我非常驚喜 我不知道是因為之前無雙8 再加上電影版實在太震驚的情況 還是因為太久沒玩過像樣遊戲的關係 但今次的戰國無雙5 無論是玩法或故事方面 我都有點起出妄外 希望就不只是遊戲初頭才是這樣 今集另外介紹一款遊戲 亦都有不少朋友留意的Scarlet Nexus 老實講這款遊戲有不少朋友都叫我介紹 但我又覺得有點難入手 就好像這樣說 有人覺得它是一部日系王道動畫向的Nia 我自己玩上去起初都有這個期待 但你看看是哪一公司開發和發行 嗯 我想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Bangnam 出的遊戲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都可以將遊戲性期望 降低一點點 但你到玩的時候自然是開心一點 在畫面上 Scarlet Nexus 用了Toon Shader 比起Cook Finn 又或者是之前其他Bangnam 的遊戲作品 我覺得成熟一點 在故事方面 他就用了一個相當大的篇幅去處理 又或者大家就會以為 這遊戲中有很多不同的3D動畫去交代劇情 但遊戲中就用了相當大量的對話表現有關內容 整件事就好像是N年前 Metal Gear Solid 有兩個角色在格子中對話 連環圖你知是什麼 遊戲中有很多不同的情節都是用這個方式去交代 你慢慢聽過聲優去聲演員 分分鐘都要過幾兩個字 如果你是期待玩些簡單遊戲 然後進來看動畫的話 這個位置你都可能會失望 在戰鬥上畫面是蠻豐富的 但玩上去時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超能力相關的題材 有時明明是一些很巨型的物品要撞擊 可能是貨車、石頭、大爆炸 但整個感覺就好像在你面前有個細煙花爆一下 再來就是Call隊友幫拖 突然有個大頭剪線在地圖上多點特效 這樣就完結了 不是吧 玩上去時 這遊戲不多不少都令我好多次想起另一個作品叫Extro Train 華麗的特效、日系的ARPG 還有大量不同的支援元素等等 對於大型的波斯戰時的視覺或速度感 都有些Near 的感覺 但老實講 將幾部作品一放在一起時 Skarnet Nessus 相仍見絕 遊戲的爽快感、投入感都有點令人卻步 一班中二病的年輕人救世界 沒錯 一些好日系、好黃度、好常見的動漫都會見到這件事 但當你放到遊戲入面時 它的Balance 做得好 你可能會想起女神移民屋 但如果做得差的話 以往你可能找不到一個例子 那我想今後你又一個了 說真的這遊戲我未爆機 玩這遊戲的時間亦不算長 可能遊戲後面會很精彩、很刺激 令到玩家口水未看流了整個臉 但總有些朋友會說 你不玩吧這遊戲就不要亂下定論 我不否認大家的觀點 我覺得你們的觀點都有可取之處 但我更喜歡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好像你去吃一頓飯 你是不需要吃到最後一口 你才知道那頓飯是難吃又或者不適合你口味 那我不排除Scanlanessus 可能在某些朋友眼中是一部好好玩的作品 但在於我而言就未必是我杯茶 今集的節目就來到這裡 希望幫到你的錢包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我是希子哥 我們下集的節目再見 拜拜